各位朋友大家好 本次我们要讲的故事是 许金环女士十二指肠溃疡 宋咒抛开药罐 为了讲故事的方便 我们现在使用第一人成来讲 十多年前的我原是身体弱 又加上产后失调 弄得我更是产弱 整天不是头昏就是脑胀 药部胃痛 以及彻夜失眠 经过中西医的医疗与针断 均认为是严重的贫血 及十二指肠溃疡 并且去向于神经衰弱 天天不是吃药就是打针 到处求访名医 指望身体健康 也不知花了多少钱 可以称得上是十足的药罐子 人们都希望身体健康 好好的享受人生乐趣 偏偏我的身体这样糟 于是又到处求神问补 当时我还没有归一佛门 不明神佛之间的区别 也不懂病是前生所造之业的果 求神问补也无补于事 就这样浪费金钱与精神的折磨 依然我还是离不开药罐子 在三年前 有一个奇妙的机缘 偶然看到一本小册子 名字叫国语注音大悲咒 我好奇地翻阅 除了咒文之外 还有念诵法的说明 及各种治病的感应事实 我如获至宝 念不失手 以书上所说的方法 念大杯水 自己饮用 不多久 冥冥中把我多年来的药罐子扔掉了 故技不要而喻 这是我本人经过的千真万确的事实 只好信不信有你 从此以后心情开朗许多 每天早晚前送大悲咒 我还为信仰佛教的初学者教他们念 说也奇怪 亲友当中经过我念大杯水治好慢性病 与吃药治不好的怪病不知有多少 这却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感应啊 盼望徘徊在佛门之外的信使们不要再犹豫了 真正的信仰才是宗教的主旨 愿大家同生常念 那么观世音菩萨 此故事刊登于66年10月31日 慈云月刊第二卷第四期 好了 本次故事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愿大家一切顺利 吉祥如意 那么观世音菩萨 感谢观世音菩萨